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民眾神回復 我是主持人子宇 台灣的醫護人員 時常面臨高壓低薪過勞的職場環境 平均呼病比達1比13 也就是說一位醫護人員 要同時照顧13位病患 有時甚至高達1比20 面對護理師人力長期吃緊 蔡政府卻總是提出一些 治標不治本的政策 賴清德宣稱 應擴大大學護理系所的招生名額 衛福部部長薛瑞源則說 應降低國考門檻 上週日也就是11月19號的時候 有上千名的醫護人員 走上凱道舉辦黑十字運動 提出停止增額政策 提高醫療支出GDP佔比 以及醫事人員總量管制入法等訴求 究竟台灣的民眾 到底是怎麼理解 醫護人員的職場環境呢 現在就跟著民眾省回覆 一起來看看 你知道是三班護病理嗎 不清楚 三班喔 不知道耶 不太知道耶 你覺得怎麼樣的這個護病理 是會比較合理的 1比3可能比較適合 病呢有一些問題的話 其實找護理師基本上是比較能夠 照顧得比較完全一點 1比10差不多吧 1比8 1比6應該是一個比較好的數字 你覺得政府應該怎麼樣來改善 護理師的勞工環境 薪水應該要調高一點 因為我覺得台灣其實勞工啊 薪水又太低了 非常的低 加一點薪水就好啦 調整薪資的狀況 他們的休息制度 因為我看其實蠻多護理人員 他們都不太能夠休息 他可能就是吃一些減便的東西 珍珠奶茶雞排那些 其實都不健康 後續可能連他們都在生病 警政院其實有說啦 就是明年要編200億的預算 還幫這些醫事人員加薪 現在有議題 所以他這樣講 如果他是去年 或者是前年就講了 那我覺得他就是真的會做 但是在選舉的時候講 我就覺得他是一種 空投支票的感覺 這個錢 這運用是合理的 然後他們確實 值得更多的一些家型 或者一些什麼的福利的話 那我是同意的 選舉的操作手法 應該說認可 但是有沒有落實在醫院上面 是蠻重要 降低護理師國考的門檻 你覺得這樣的做法 能夠補足醫護的缺口嗎 覺得不能欸 我覺得不要降低欸 因為我覺得他該有的 就是知識 常識 他的學歷其實都要有 沒有辦法 絕對沒有辦法 你把門檻降低了 那你是希望你收到的人才 是比較差的嗎 還是說只是為了補足這個缺口 補一些可能專業度根本不夠的人 算是留不住人 譬如說有一些醫護的 新來的學生 他可能實習過後 就不想要繼續做這個工作 認同 以我們自己學這麼多來說 我覺得我學的東西 跟你給的錢 不符合我要的 最後就是想要給一些醫護人員 一些福利的話 我覺得他們都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但我們自己住院 住過院的都知道 他們其實真的很累 尤其到了大夜班的時候 該休息的時候還是要休息 該排班休息就是休息 不然其實自己會累出病來 其實我們還蠻幸運的 因為台灣的醫療體系就是蠻健全的 醫護人員也都非常的盡責 希望他們可以繼續加油 然後就是不要被大環境的 一些什麼狀況感到沮喪之類的 繼續努力加油 然後我們會支持他 你們正在從事 醫事相關的職業的話 真的很辛苦 以我們學生的角度來看 像我想要走研究好了 我也希望我的研究 可以幫助到醫事人員 可以減輕他們的負擔 我覺得他們很辛苦 然後也算是對台灣盡一份力 幫助別人是他們的一個使命 我覺得認真做 其實會越來越好 台灣應該也會讓就是 醫護人員慢慢的往上 變得更理想的狀態這樣子 透過今天的街訪 我們可以得知 大部分的民眾其實都支持 應該要幫辛苦的醫事人員加薪 但他們也同時表示 政府應該提供穩定的工作環境 才可以留住優秀的醫事人才 如果政府的政策不妥 也因懸崖勒馬 而非在選前執行大撒幣的政策 感謝大家收看今天的民眾神回復 我們把時間交給委員 大家好 我是立法委員賴湘麟 賴熊麟 這次要代表我們民眾黨 在桃園的第五選區 平正龍潭參選區域立委 那今天我們要針對 醫護人員辛勞的問題 能不能在他們的勞動條件上 有所提升 現在很多的醫護人員 即使是念完本科系 可能還是沒有在這個行業裡面工作 有一些做了幾年之後就離開了 這樣的一個教育培育出來的專才 沒有在職業的領域裡面覺得有所發展 甚至受到重視 其實是非常可惜的 那我們看到近期很多醫護人員都走上街頭 爭取他們的權益 那不管是醫師 或者是護理人員 他們希望有組公會的權利 也都期待能夠調整他們的待遇 衛福部跟應該是賴清德副總統 有承諾在明年要編列 200億的預算 提升醫護人員的薪資 我們第一個質疑就是說 醫護人員的勞動環境 特別是工時過長 戶病比太高 但是並沒有給他相對的一個資源 這些問題已經非常久了 那為什麼這七年多來呢 衛福部從來就不往這個政策調整的方向去努力 在最後的時間 以這個預算的方式 準備明年要給他們福利提升 這個當然跟大傻幣是有關的 所以我們覺得這樣的心態 其實對於醫護人員是不夠尊重 第二個 即使有這樣的一個預算下來 我們要看到的還是 戶病比的問題 那目前很多的醫護人員 為什麼會離開職場 就是一個人要照顧的這個病床數實在太高 如果職場環境沒有改善 我相信是很難的 根本上的結構還是 怎麼樣營造友善的醫護環境 醫療資源裡面 什麼樣的一個照顧模式 可以讓這個照顧的這個量能提升 包括引入 我們講的數位的一個監理 或者是科技的這個輔助 柯P也提出了很多在 醫護相關的政策 他也真的提到了全責照顧 這個是對於 繼承護理同仁來講 是一個很好的這個政策模式 但是要有人去落實 願意去實踐 真正改變 我們現在 戶病比過高 薪資 待遇過低 工時過長的 護理環境 我想我們在桃園也是一樣 期待 南桃園的醫療資源 也能夠透過湘林來參選 跟中央的衛福部 一起來打造 南桃園醫療資源 塗造體系 還有兒童醫院等等的設置 讓醫護的環境更友善 專業人員願意留在職場裡面 以上是今天的民眾神回覆 希望大家能夠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謝謝大家 神夢太嘎 哈囉大家好 我是子瑜 感謝你的神回覆 想要支持阿伯 也可以趕快上我們的木殼好店 裡面有更多阿伯的周邊商品喔 最後也不要忘記 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